人如其名 李俊浩名字的意思是拥有一于常人的才能和机制 俊代表俊杰 才俊 好代表广阔的天空 在怀俊浩的时候 妈妈梦见了自己看见巨大花牛的梦 而爸爸则是梦见了穿越彩虹之间走向大海的梦 1990年出生于泉州的李俊浩 小时候因为很好奇鬼神的存在 很可爱的把自己的好奇 透过日记本询问老师鬼神是否存在 是一个非常纯真的孩子 在17岁时参加了SBS 超级明星生存战以6500比1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因为精湛的唱跳能力还获得了小Rain的称号 李俊浩不像尼昆 泽妍等人拥有立体突出精湛的五官 觉得自己长得不帅 且在电影20上映后采访中透露 自己觉得自己的外表在舞台上表演不受关注 但这种平凡点单更适合做演员 所以很满意 而且还可以消化许多不同风格及色彩 竟然透过6500比1的竞赛中胜出 而成为JYP练习生 看似像歌手之路迈进了一步 但还在练习时期的俊浩度过了非常艰难的练习时期 还因为当时没办法加入出道组 渐渐对自己失去了信心 公司看到对自己丧失信心的俊浩 默默决定开始开除俊浩练习生的身份 一瞬间把身陷挫折的俊浩推入了深渊 当时俊浩把三个月练习时间 想成是人生中最后的三个月 拼了命的训练和练习 把自己从除名的危机拉了出来 但这其中还藏着一个让人鼻酸的秘密 俊浩之所以能再多拥有三个月的练习时间 是因为妈妈 当时俊浩不知道自己身陷被除名的危机 是妈妈当时打电话到公司 告诉公司说俊浩这孩子加入公司 才一年不到还没办法展现出自己的可能性 恳求公司能再给俊浩一次机会 之后知道这件事的俊浩不想再让父母操心 认真努力的去实现所有的事 也经常表达感谢父母对自己的信任 俊浩是大家都认证的努力派 虽然成功以2BM出道 但因为超高难度的舞蹈动作 让俊浩曾在练习特技中受伤 昏迷10分钟不行 当时甚至有传言说俊浩再也无法跳舞 之后虽然持续努力治疗 兼健身带效果并不好 2012年在上海举办演唱会彩排时 腰部产生剧烈的疼痛 之后就带去检查结果是脊椎骨折 软骨严重受伤 即使是受着这么严重的伤 俊浩为了可以呈现完美的舞台 缠着绷带上阵脉力演出 活动期间一直服用指通计 把该做的手术延后 因此在兵护厅体检中被判定为司机 无法入伍服从兵役 再去康复治疗后 以社会服务药员履行兵役 于2021年3月退伍 在身体康复期间 俊浩相对其他队友没有什么个人活动 让当时还在康复期的俊浩 产生了我就是一个没用的人 我到底还能做什么呢的想法 就在那个瞬间俊浩获得了电影 监视者施警通知 当时俊浩面世的角色 是一个非常惹人主污的角色 但导演在听取俊浩的意见之后 决定修改角色的设定 在得知粉丝因为俊浩爱开玩笑和开朗的个性 私底下称他为松主时 就决定把角色改成和俊浩比较贴合的人物角色 俊浩也因此开启了自己的演艺之路 之后还因为曾一起和演监视者全杜妍演员的推荐 参与了各大电影活跃于电影圈 李俊浩说到自己第一次拍摄电视剧《记忆时》 所做的事都是第一次非常紧张担心 甚至到作品开播前表示 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到现在都在干嘛 做了些什么表示非常担心 回到家也在看录影当边反省 说到在我的出现的场面 没有一个是让我满意的 表示希望作品完结之前 能出现一个让自己满意的场面就好了 一直抱持着这样努力精进的戏 先前出演电视节目 Ladios 2应在节目中说出 让人惊讶的想和女友洗个漏澡 让人备受惊讶引起话题 先前采访中被询问到 若有女朋友的话 想跟女友一起做什么事 李俊浩回答 想跟女友一起用可乐洗澡 一同出演的其他嘉宾还说到 没想到俊浩看起来很单纯 竟然说出这种回答 让现场爆笑 俊浩后解释 因为采访当时很热 已热昏头 热得头昏眼花 把题目听成现在最想做的事 但对于为何不是洗澡 是用可乐洗澡俊浩解释 因为当时是在可乐活动现场的关系 风俗民情都相较保守的韩国艺人 对于社会新闻公开表态 自己的立场的情况实属不多 李俊浩在韩国爆出演 号房事件时 立即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勇敢发文发声 表示为了被害者应当调查所有嫌疑犯 抓出所有加害者并严承认 这种事情不会再度发生 还与其他艺人一起读书 要求公开加害人身份 利用自己公众人物的身份与舆论 来让大家对这案件更加关注 令人意外的是 俊浩的演艺圈 号友之一竟然是 北山林麦成员 戏称为实质校的松质校 有粉丝推测 两人应该是透过Running Man节目 而变亲近的 当时还在拍摄电视剧自白的俊浩 收到来自宋志校的咖啡应援车 并快速拍下认证照片 上传yes表达感谢之意 因为俊浩参演的电视剧导演 有和宋志校合作过的经验 所以除了给俊浩应援 连导演都好好照顾到了 是相当有三次一起欲望 两人各自有活度时 也会互相送上应援咖啡车 餐车展现出一起相评的好友 看了俊浩上传的印的认证照之后 网友纷纷表示 震惊说都不知道 两人原来这么熟 俊浩为了作品 只是相爱的关系 拍摄曾经一天只吃一餐 为了更加诠释 剧中拥有精神创伤角色的特色 减重了足足七公斤 但因为拍摄时 又太过于认真的吃饭 导致体重又恢复了起来 又再努力反复减重下去 俊浩还笑说 为了减肥 真的做了很多的努力 特别买了沙袋放在宿舍 只要每运动三分钟 就休息一分钟 一天只吃一餐来维持身材 还有就是为了玩你饰演颓废的李康豆一脚 不但严格的控制饮食 还断绝了与周边人的联系 俊浩表示 不和外界联系的举动 帮助了我好好诠释了李康豆这个角色 虽然在剧里的李康豆 是一个很爱吃甜品的人 但李俊浩为了维持纤细的身材 甜食一点都没吃 李俊浩在出演我独自生活时 彻底表现得出爱猫的一面 对猫头射出充满爱意光芒的李俊浩 也被冠上了傻瓜蚕食官的身份 因为爱猫从小就开始养猫的俊浩已经有许多经验 杀你 乐 发体 扑扑 小家伙是俊浩养的第一只猫 2017年 兰布离开了 俊浩因为太难过并想永远记得兰布而写了 发现这首歌 在见面会唱这首歌时还不禁流下眼泪 先前俊浩出演《强心脏》综艺节目时曾表示 人气就像季节一样 第一张专辑时 迷婚获得巨大人气第二张专辑活动时 宰范跟佑荣受到很多关注 而第三章专辑时则也是大事 看着这样的状况心想 什么时候会闻到我呢 还看到有留言写道 什么时候才能看到郡浩发光发热呢 让郡浩也很苦恼 但几天后郡浩看到又有新的留言 郡浩呀人气就像季节一样 看完后郡浩再也不焦燥觉得 我就等待属于我的季节继续努力 果然黄天不负苦心人 在My House直拍爆红后 大家发现了郡浩的独有魅力 郡浩演艺事业可以说是一飞冲天 再加上衣袖红香边戏剧后 也接下了许多广告 让粉丝们非常开心 觉得郡浩终于发光发热的